下一部是今季的一部青春劇 就是《在等待那個夏天》 這部是很期待度高的作品 監督群中是上季出名的 《那朵花》的監督 《長者龍雪》 《人切》也是他 而寫劇本是《浪姆斯青春劇》的《黑鐵陽街》 所以有些人可能會看這部劇 會有很熟悉的感覺 好像我以前看過《星空下的約定》那部劇 《星空下的約定》就是這個 異例異例異例的一部動畫 大家最記得 連想就是女主角的樣子很像 都是紅頭髮 那套是外星人的 而事實上那部劇的確是《黑鐵陽街》寫劇本 不過就不是這個製作群去做的 如果說這個製作群 之前合作過的作品 就是《蜂蜜月食葉草》的第二季 他也很出名 這次是《九圍兩》 他們再合作做一部青春劇 幾值得期待 都是JC Staff做的 近年JC Staff 明星不太好 把這個黃金組合出來 都算是重振聲威之助 看回第一、二集 看看大家的感覺如何 現在看兩集 我感覺上跟《夏對花》真的很相似 很相似 相似的意思是 他那種風格 但就牽涉了少少的外星人 我反而覺得幾大對比 是嗎 因為我給我感覺 首先這部是很正統式 青春劇那種 很純情的《蜂蜜月草》 那些情緒初開 對戀愛沒有感覺 沒有那些變態雪紮 當然沒有 應該沒有吧 其實也有相似的地方 那些感情相關 我覺得是有點相似的 你喜歡他 他又喜歡另一個 另一個又喜歡另一個 第二、第二集 最後都暗示到 其實是 這條是食物鏈來的 食物鏈 男主角喜歡紅髮的學者 即是外星人 青頭髮也喜歡他 然後那個 高的那個男生 喜歡的另一個女生 就是有這些關係 但是給我感覺 其實最有分別 大家都知道 就是 跟《納朵花》相比 就是《納朵花》是 《甲田摩利》 這個人做編劇 這次《黑田羊街》編劇 給我感覺 最大分別就是 《甲田摩利》比較著重劇力 第一集 很快就把關係帶出來 很快就講到 可能是《友情》那裡的破裂 講到是《諸如超》 劇力比較高 劇力比較高 很快就進去 吸引到觀眾來看 這套比較悠閒一點的感覺 就是慢慢地 慢慢地 《男主角》 怎麼跟《諸如超》 《諸如超》 《諸如超》 但其實那裡很少東西 也有幾塊 但他一開始很少 就講了《可星人》 就是 他那時候也講到 UFO 不知道什麼飛行程 UFO 大概 掉下來 就弄死了 原本應該 然後又救回他 弄死了 應該死了 好像應該用皮膚再生 那類的技術 就是外星人的科技 不是地球上的科技 暫時要醫治好他 還有後遺症 對 所以一直都要 保護著《男主角》 就是醫治他 因此同居 也要接觸他 直見到他什麼額頭 會出現什麼紋 就是有些身體接觸 對 身體接觸 攬牙石 對 對 用這方面 就是帶出戀愛的感覺 你用心體接觸 帶出戀愛的感覺 你的意思是 不是 我是說同居 但身體接觸都會有 神奇的男生 被女生碰一下 碰一下 就會自然有反應 那些是心理反應 不是愛情反應 對 對 身體上的確有反應 你看看 臉去出現紅雲的就是心理反應 糟糕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吐噪你 絕對要吐噪你 絕對不會碰 除非那些叫rush 就是紅疹 我知道你說 那些純情不在的人 就會這樣想 你錯了 是不會碰到 除非那女兒 手蝦 不知道什麼chemical 是一個immunicin 你夠了 好啦 我們先回正題 講一下劇情 劇情 就是講到 那些人就是六個人 男主角就很喜歡 拿著那個錄影機去錄一些東西 突然有人建議他去拍一部電影 基本上劇情開展就會去做這件事 亦都帶了出發 就是可能 第二度說到 就是去不同的地方拍電影 就是順便尋找那個外星人 想要找那個地方 現在都未說的 現在他應該報了復活 就是他要尋找一個地方 這也是結局那裡 他可能找到 然後就走 通常都是這樣 有感動位 對 對 對 都介紹了他的朋友 要不要說 那些朋友 角色方面 其實很明顯性格 第一次出來 就很鮮明 他形象是什麼 第一集都說 還未算多 第二集再補充 你會有初陪概念 那個角色 應該會怎樣定位 例如有一個 比較耐弱一點 一個就比較 一個出頭髮的 那個就文靜一點 文靜 文靜 溫柔 好像班長那些 就是萬能型的 然後有一個學者 細細粒粒的 那個是復刻 復刻 然後又是因為 那個人氣很高 又把酒給別人喝 不過日本動畫 不能夠說出來 就把酒給別人喝 不知道什麼飲料 玩什麼國王遊戲 這隻色很怪 嘩他贏了多少 全部都是他過去做國王 那是他自製的 特製他 官員人喝酒 全部做國王 沒錯 其實如果看回這兩集 暫時來說 都算是鋪人的關係 鋪人的性格 和他的關係 和他要做什麼 之後就應該會繼續發展 那個劇情 那句的節奏比較慢 所以看到一些人 會比較神悶 有些感覺 很難說的 青春劇 很多人都不喜歡看 因為沒有什麼爆發點 不會說 爆了一些好爆的點 就不會有這樣的 我程度上來說 我覺得那個 那時候《拿朵花》跑出 就是因為 《星春劇》之下 劇力比較高 所以就跑出 因為一直以來 《星春劇》就是 有這個麻煩的地方 就是很難 張力很高 很平常的 如果是 有些共鳴感的話 這些人就會覺得 好看一點 這個是難一點 難一點 因為不是對到每個人 每個人的共鳴感都沒有 因為《拿朵花》的時候是有情的 說大家分開之後 那些是《拿朵花》 那些是《拿朵年》 每個人都有的 那時候 那些《拿朵年》 每個人都做了一些 傻的事 這個共鳴感就會重複 那就是我們看看 我們那些《拿朵年》有拍電影 哪有這麼青春的 你說高中生 但是說現在 你說拍電影 就不是很多人都代入到這件事 嗯 所以都是比較 像那些很黃道式 那些戀愛故事 給大家看回 戀愛會不會說 有種投入感在那裡 我比較想知道 《月外星人》設定 會怎麼發揮 那就不知道 對 因為現在最多 給一個理由出來 給他們和男主角同居 給男主角 是需要 有點接觸 有一個牽本 應該說 看看後面的劇情 會不會將這件事 可以發揮到 那個《月外星人》的劇情 會不會融入去 發動一些感動位 或者感動觀眾 做到好看一點 嗯 沒錯 JC做感情戲 近來都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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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最重要 是有信心的 製作群 這套回答 JC來說 怎麼說 做這類作畫 他會好一點 動作那裡 就越做越差 那些人都走了 又不肯 扔錢 扔本去 開發 一些技術成本 那方面 通常的作畫 是可以很厲害 但出來的感覺 是可以很差 沒有的 他剛剛才倒了一間工作室 那倒是對的 但是這些 靜態多一點的感覺 就會 畫景那方面 一直都是他擅長的地方 那就不擔心 這方面 最後 講一下聲優表現 胡松堯 你知道我最初聽的 我以為是做一件沙漬的聲音 好像 反而給我的印象就是 檸檬學者 就是那個小小小的學者 我一聽就知道田川 田川 對 我是覺得他是不是真的 是磅獨的 而且感覺還是有點怪 就算我知道田川 真的想特意做這個感覺 我仍然覺得有點怪 其實語氣太平板了 雖然我肯定啦 田川是老手來的 宇三家一定不會反讀 但是 為什麼要這樣演繹呢 我覺得有點奇怪 不知道 鬥了我沒有東西 OK 我自己也有點特惡 感覺上 對啦 嗯 除了聲優之外 可能是歌 歌呢 歌可能ending方面 大家比較期待高一點 就是因為 Nagi 以前是Nagi Supercell的時候 現在是Nagi 出道 以個人名義 都是唱那種 比較溫柔的 平和的感覺 對 都算是不錯的 他自己作詞 對 他自己作詞 哦 原來這樣 都算寫得不錯 OP就是Coloco 嗯 這個我不熟 Coloco 我覺得跟他之前的歌 都差不多 差不多的風格 嗯 他都很集中在那種風格發展 歌手 嗯 不過特別的是 今次的音樂方面 是有I Have Sound的合作 對 所以 都算是一貫風格的 雖然 I Have Sound 給你印象比較深刻的歌 都是快歌居多 但是 慢歌方面 都是用回 他的一貫風格 質素來說 雖然我覺得 還不是很突出 但是 順義 亦都是適合青春劇 那種感覺 對 因為很少的青春劇 要唱什麼 很罕有的 這劇 一定要支持一下 沒錯 雖然穩穩定定 四平八穩 未見好突出 但我覺得 值得留意一套作品 入櫃裏面 對 好啦 那我們講下一套